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我又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 我又把前面的录像没有保存 然后就关掉了 我们要重来一遍 大家越不要也跟我重来一遍 虽然我觉得这个要求非常的无理 这个要求非常的无理 虽然我知道这个要求非常的无理 但是这个还是要上传的 所以这个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们的各位兄弟 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们要简单的重来一下 简单的快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今天我们要播的机器是13寸 13寸 然后13寸的话终于上了这个标准电压处理器 上了标准电压处理器 然后还有现在可以说标配的这种1060的游戏卡 台式机的PAS卡的显卡 这个是可以说在13寸笔记本上面 有这样一个配置 我觉得是已经是非常好 然后这个是其他很多很多厂商想去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还是先是A02做的 那么这台机器呢 先给大家介绍 这台机器是我PY交易 PY过来的野路子机器 然后它的配置是6700HQ加1060 然后512G的固碳 16G的内存 16G DDR4的 2400的内存 然后这个是 这个机器呢 我觉得 我个人用了一段时间 用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非常好 右边那个 封死假的吗 右边 你说这边吗 这边 这边吗 这边不是封死 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机器的A面 大家可以看到 A面它取消了和15时期一样 取消了这个这两个灯带 然后只保留了正面的这个logo 我们照顾一下后面没有看到的同种 然后A面只有一个logo 然后后面是屁股 然后左侧的话 我们把相机稍微拉近一点 左侧的话 这边可以看到锁孔 这个是刚才有人问到这个锁孔 重量多少 重量 官网 美的官网是这样标的 美的官网标的是 平均重量2.6 平均重量2.6 然后这边是CPU的出风口 这个是出风口 这个左侧的出风口 然后这边是一个USB3.0的一个接口 又来了 声音又有点小 声音的话我觉得 现在呢 现在呢 然后这个是一个USB3.0的口 这个是带PowerShare的 就是带关机充电功能的 然后这两个是 这个一个麦克风 一个耳机 一个麦克风 一个耳机 这个是左侧 然后这边是喇叭 这边是喇叭 喇叭 喇叭在这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面 后面的话 跟15 17是一毛一样的 一毛一样 谢谢你的语言 这个是网口 千兆网口的网口 然后这个是miniDP1.2 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然后这个是HDMI2.0 这个是雷电3 然后这个是扩展坞的结构 然后这个是这个DC-in的一个结构 DC-in的结构 这是这个后面 可以用啊 没问题啊 随便用 然后 右侧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右侧 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音笔 就是这个音响 音响 然后这个是一个 USB3.1的Type-C的一个接口 对 左侧和右侧的这个不一样的 等会儿告诉你 这个是USB3.1Type-C的 这个是3.1的全速的实际的 然后这个是USB3.0的 然后这边是GPU的进风口 GPU的进风口和这个 底下和这个这里右侧 是GPU的进风口 这两个进风口 后面 后面是GPU的出风口 等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介绍一下这个进出风的这个关系 3.0有两个 C有两个 其中一个C是雷电3的 17跟这个是一样的 17跟13是一样的 这个是整个13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背面 背面的话很明显 背面的话整在一个 整在一个氧化里 后壳 金属的 然后这边是开了一个天窗 山阁的天窗 就是进风口 对吧 进风口 整个都是进风口 这个 这次15时期的设计 都是非常好 不是两个接口 是两个标准的USB-A接口 还有两个标准的USB-C接口 其中一个C接口 是和雷电3通用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用 你可以买一个Type-C的Hub 插在 随便你插哪 比如说你插雷电3 它也可以用的 插到3.1也是可以用 担心接口 我觉得这个没有 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 这个并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 这个13的一个外观 大概的一个外观 然后 然后这个出风进风的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理解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右侧 右侧这里 右侧这里是GPU的进风口 GPU的进风口 然后 左侧 左侧这里是CPU的出风口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 进风和出风是不一样的 然后后面 屁股后面 这两个都是出风口 这两个都是出风口 然后后面整个 后面这个三格的这个整个 都是进风口 都是进风口 刚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机器的外部外观 还有这个机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开一下 开一下正面 开一下正面 正面 我记得这个贴吧里面有人发过 有人发过这个OID和IPS的对比 你可以自己搜一下 你可以自己搜一下 这个屏幕具体怎么样 我觉得等我拿到13寸的这个 这个正式 你们拿到那个机器的时候 我再来做详细的对比 好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比较好一些 会不会漏光 你见到OLED有漏光的吗 就这么个简单的问题 然后我们从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也是支持 也就是它的阻力也是调整过的 可以单手开合到180度 可以到180度 180度 整个是平的 整个是平的 拿起来特别霸气 给别人讲的这个时候 或者 就这个机器 还算是比较轻的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轻的 那我们看一下C面 C面的话跟15 107一样 都是全键无充的键盘 全键无充的 全键无充的 整个都是全键无充的 然后这次改变比较大的就是 它把这个开机的这个灯 就开机键 挪到了这个右上角的这个位置 挪到了右上角 我刚开始以为 刚开始看到这个视频 还有各个拍的这个那个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 比较丑 其实拿到之后感觉还行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 然后这个键盘的话 手感也和15 107是一样的 这个全键无充的这个手感 还有底下称钢板的这个设计 其实非常好 然后这次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 你很难接受吗 我觉得不难受 我觉得并不难受 因为你没有对比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你平常没试干 非要把一个这个 IPS屏幕放在跟前吗 对吧 你打游戏就直接去用这个 用GCent高刷新的 谢谢这个兄弟的语言 你如果不打游戏 你只是轻度游戏 你就可以去选普通的IPS 就是说你不会实时 每一刻都会把这个两个屏幕放在一块 你没事干去对比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你只有你自己用的舒服 对吧 你打游戏比别人爽 打游戏比别人爽 那不就行了吗 对吧 然后这个触摸板也是可以发光的 这次这个13的触摸板也是可以发光的 然后13它并没有左侧 还有这个屏幕的这个灯带 没有这个灯带 右侧也是没有这个灯带的 这个是13寸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简单的一个和上一代13的一个对比 和上一代13的对比 这代13和上一代13其实就是差了一个屁股 大家看到了 非常完整的差了一个屁股 然后差了一个屁股 然后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 厚度的对比 上代13是28 是26 面罩 不是 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这个是厚度的一个对比 有人这个时候就觉得有人就觉得哇13好厚啊 防雾霾的什么都好什么都好 然后其实就是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等会我给你把我给你把15拿来 你就觉得哇去15好厚啊 其实并没有 就是说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造成了这个视觉的一个差距 这是新老13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厚度的一个对比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机器开机 开机给大家看 开机我们把电源插 电源插 我们简单开机 验名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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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有一些闪平 这是正常的 这个是OLED本身 它的那个刷新和这个这个摄像机不是保持一致的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下巴好宽 聚碳13和15的这个下巴是一样的 是一样宽的 有关这个屏幕我觉得我就演示到这里就行了 对吧 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演示了 这个机器已经 这个屏幕已经 放出来很久了 有关于这个屏幕的大家可以去在这个 贴吧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就我这里就不放了 这是一块 我就简单说这是一块OLED屏幕 然后具体评测大家自己看起来 这个是这个机器 没有啊 我DPI我等会去那个什么里面调 跑分是在外面 然后接下来的话 大家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 那个屏幕切到这个笔记本上面 大家稍等我一会 大家稍等我一会 我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 直播断掉一次了 我再断掉我就成智障 我已经非常智障 一块 一块 好 很熟 嗯 我可以 这个画面切过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画面已经切过来了 画面切过来了 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吗 应该是看得到了 OK 然后我们先把dpi调过来 我无法接受更大的dpi 亮度级别无所谓 我们先把这个改到100% 好 改到100%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器的配置 这个机器的配置 6700HQ 对吧 然后 显卡是1060 对不对 然后驱动器 这个无所谓 这个大家拿到野路机机器 就是野路机器 跟大家拿到有可能不一样 这是CX2 显星的 大家一般拿到都东芝的XG3 那个比我这个好 然后网卡 一个是2400 刷手的2400 对不对 另一个是这个 这个无线网卡是1535 这个还带蓝牙的这个 然后处理器 处理器是6700HQ 标准电压处理器 一毛都没有降 一毛都没有降 这个处理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然后显卡呢 这个无所谓 这个就是它 这个大家拿到机器室可以切换那个什么呢 切换程度显卡 这个 这一款是切不了的 因为它这个屏幕在这 三邦子又和英特尔做了一些比较交易 然后 其他的好像没什么看完 其他的基本都是很普通的 我们可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简单跑几个分 好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13的这个1060是怎么样一个水准 好吧 然后我们先从3DMark11开始 然后我们先插个网线 插个网线 往线插 好 我们先从P分开始 我们开始跑分 大家都有在认真的看吗 大家看到这个Sengen的AutoRange很正常 不要着急 它在跑分搞起来 对的 跑分搞起来 3DMark11它的切换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 游戏有关游戏还有这个那个什么我们下午再开始 下午开始 然后中午的话就简单跑分 有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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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报音 对啊 这个耳机是这样子 这个智障一样的跑分扰电 智障一样的跑分扰电 智障一样的跑分扰电 我们看一下 GPU参数 GPUZ 然后先给GPUZ GPUZ 简单 简单明了 是不是 你们就要看这个东西 先看GPUZ 好吧 我们这个3DMark的跑分等号 GPUZ 对不对 1060 然后 这个 8 6GB的显存 我这个眼睛没戴眼镜实在看不清 然后这个6GB的显存 基本频率显存 然后还有 就没什么看的了 我觉得已经分给力了 这个1060 正儿八景的1060 然后我们看一下别的 看一下别的 这个是正经的6700HP 正经的6700HP 现在不是高性能模式 大家不要在意 嘿 这有限局分析的非常好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 Intel Skylake Skylake 天狐 天狐的6700HP 处理器 四核心八线程 TDP45 这个 TDP45 这个没什么意思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motherboard 主板 13上面 13上面用的是 哎呦我这个野路子机 系列用的是HM170啊 这个是我的野路子机啊 野路子机 因为他好像 这个只有两个M.2接口 所以他就好像没有什么必要用那个CM236 没有什么必要用CM236 他就用了这个HM170 然后Memory 这个 内存 其实和大家看的 大家拿的机器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要看我这个 我这个机器 很明显和你们拿到的不一样 其他的什么 320的控制器啊 我们找一下这个固态 固态 固态在这 固态跑哪去 他把固态藏到哪里去 还没看到 固态应该是 但是奖道理应该是在这个位的啊 这是跑这儿来的 他跑到这个锐的里面去 并不能看到很明显的固态的一个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语言 NME的固态 然后 音频 音频和那个前面俩是一样的 realtek的 然后这个网卡 一个1240 杀手的12400 一个是杀手的1535的无线 带蓝牙的这种 电池啊 电池是一个很重要的 刚才没有说 呃 这次13的电池是76瓦时 76瓦时 这个电池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很大了 相对来说已经很大了 76 这是配置 然后我们再来跑 把这个分数过一遍 把分数过一遍 我不知道它现在 这个能不能跑出来 我也不确定 这个外接屏幕的跑分啊 它没跑过 我们先看一看 看它能不能给点力 妈的臭嗨 我跟你讲 这个3DM2112 这个毛病多 毛病多的不行 这个 跑个分都非常弹痛 跑个分都非常弹痛 跑不出来 比较快 我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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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一个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空中面板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参数 呃 分点分辨率 对不对 就是发心 正常的 不知道 我们先从3DM213吧 3DM213一半不会出问题 这个11简直是神一般的 等会我们在原机上面去跑 等会原机上面跑3D11 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跑 感受一下 试一下 对吧 这3DM213问题就比较少了 3DM21我也是懒得用 真的是懒得用 我们看一下这个帧数 这个帧数还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符合这个1060的这个水平啊 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弹幕刷一下 大家稍等 等他慢慢跑分 反正就是个跑分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继续第二个场景 继续第二个场景 呃 今天早上 可能等一会儿 就会基本去结束这个 这个 这个跑分啊 然后下午的话 下午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啊 然后这个散热呀 然后还有这个 不好意思 散热还有这个拆机 给大家都看了 嗯 然后这个第二个场景马上就结束 第三个是这个物理分啊 我们看一下物理分 应该这个670HQ应该可以到30帧吧 差不多30帧 应该可以到30帧 差不多 就这个帧数 应该就是这个帧数 那最后一个是结合结合场景 结合场景 结合场景这里稍微载入稍微慢一些 嗯 那我不知道现在的b件是什么 听一下 这是什么b件 我忘记了 是不是那个 赌神出场的音乐 应该是赌神出场的音乐 这个分数跑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会联网交样 联网交样 然后我们去网上看一下 Compare Compare一下 图呢 兄弟 Presentate 好像并没有出来这个图了 他只告诉我过验证了 这个是11423 我觉得还行 11423 11423 11423 123 然后处理器是670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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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9754 结合场是4276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这个是13吨 这个是13吨 底下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说details 这个temperator 60多度 这个风扇根本就没有怎么证了 它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温度 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这个野路子机 我跟大家提前说 我换了规矩 野路子机 我通常都是换个规矩 不要问我为什么 大家都懂 然后这个 跑了一个firestripe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这个firestripe 再看一下 我们的摄影师终于从堵车的地铁里面出来了 没办法 很正常 没办法 哎呀 这个 现在我们有84号人在观看 84号人在观看 我不知道 有没有 呃 我们群里面的兄弟 先告诉我你们在哪里 可以扣一波6或者扣一波1 让我看一下 我们的 可以可以 贴八是吧 可以 贴八也可以 通常都是大家还没有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就先把这个机器的这个 给大家解解毒 给大家解个毒 然后再把你们带入更更毒的毒 对吧 三次十五十七就这样 先给大家带个坑 然后再带个毒 然后再带你们入群 进群之后 你就可以 对吧 各种什么皮外交易啊 然后各种 这个 不一样的地方 啊 然后其实 我们这个 视频都会上传到B站 还有这个YouTube站 今天中午的直播 我估计等会就结束了 然后 今天直播大概就三十多分钟 早上的 下午的话 我们是游戏 游戏 然后还有这个散热 还有 散热就是烤鸡嘛 对不对 烤个鸡 对不对 然后散热还有拆鸡 简单的拆鸡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十三拆鸡是有多么简单 多么简单 多么简单 真的是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我们接着跑 接着跑 我们还要到最后这个结合分了 我听一下音乐是什么 好吧 还是我喜欢的音乐 我前面放了一大堆音乐 外观是吧 外观是吧 外观跟上代 跟十五十七其实是差不多的 有个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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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你可以看重播 等会儿我大概 下播之后我就会上传 音效啊 音效跟十五是差不多的 跟十五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分数 五千零三十七 五千零三十七分 我觉得已经非常给力了 大家觉得呢 对吧 这是什么什么温度啊 六十五 六十六十 六十 六六是什么 六十七 CPU到七十二 大家觉得这个 我换完硅脂的温度给力吗 大家告诉我 给力请抠一波六 结果自己的机器拆废了 可以可以可以 拆机还是要慢慢来啊 开机还是要慢慢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频率啊 CPU频率 3.1 4和3.1 是吧 这是十三寸啊 兄弟们 这是十三寸 我差点就暴走跑 这是十三寸 十三寸的笔记本 能跑成这个样 有点害怕 这机器有点害怕的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什么屏幕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外观方面 我们可以之后去做对比 现在我也没有其他的机器啊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视频切一下 切过来切到这个摄像机 然后给大家跑这个 给大家跑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3DM11 大家等一会儿 稍等 请不吝点 诶 诶 大家有画面了吗 有画面了吧 然后我们跑一下3DM11 有了可以 3DM11 嗯 我把这个建筑再推进一个 推不进 这个 拿起来给大家看 我把它对个交往 不知道它能不能对上这个交往 它对不上 上 就这样吧 等会儿出来看分数就行 好 然后第二个场景 然后3DM11跑分好麻烦 跑来跑去 三四个场景 然后一大堆这个 这个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 大家看我的口罩 我的防毒便具 выше 这边 是 好 这边 对 这边 对 对 现在大家没有看到我的直播有没有一点寂寞 没有人来解读 13寸没人解读 17的1080也没人解读 是不是有点疯 你们是不是有点疯 这个跑分好慢 三里面11跑分就很慢 25601440 有关于屏幕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贴吧 大家搜一搜帖子 我记得有人发过帖子 然后我们这个屏幕对比 是我拿到正儿80的国航机 或者说哪航机之后 给大家一起做这个屏幕的对比 现在一个机器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一个机器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宗旨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要把这个伤害做到底 好 现在开始跑物理分了 开始跑物理分了 物理分25点几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好 马上结合分 马上结合分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它这个帧数差不多出来了 30 31 32 差不多32帧 我们看下分锁 批分是 我把这个镜头推近一点 稍等一下 还看到这个屏幕闪是正常的 我这个相机是50 我这个相机是50刷新的 现在是50赫兹输出的 这个屏幕是60 会有一点区别 批分12221 然后 物理分8272 结合分8026 显卡分14618 14618 我们把屏幕亮度调高一点 屏幕亮度调高一点 我应该看着就没那么单疼了 然后 这里终于出来这个 better than 这个77%的这个成绩 然后 这边是Oculus 还有这个HTCweb的标准线 就是说 13寸是过了这个标准线的 也就是说它是完美 支持VR的 完美支持VR的 这个是屁粉 我们再跑一遍插粉 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就可以 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这个直播的话 直播的视频我会上传到b站 还有youtube这种 公告里面有这两个 这个直播地址 录像地址应该是说 然后还有我们的QQ群 它可以加一下QQ群 然后QQ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py的这个 这个信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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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介绍一下 今天早上我们直播的是13寸的外观接口 然后和老13的简单对比 然后接下来是13的硬件配置 硬件配置还有跑分 这个是今天早上的直播内容 今天下午的话我们继续 今天下午的话大概两三年 这个时候吧 然后我们直播13的游戏 大比较关心的这个游戏 除了游戏呢 比如说还有烤鸡 烤鸡也就是散热 然后下午的话 还有这个拆机 让大家看一下 13寸拆机是多么地 简单 非常地 简单 这个11的跑分 我真的要慢到无法接受 慢的不行 看下7-8里面 看下7-8里面 看下7-8 上了不看7-8 这个到第四个场景 第四个场景完了之后 我应该到物理分 物理分完了是结合分 把结合分跑完 这个跑分就结束了 马上到这个物理分 物理分看了多少帧 应该25帧左右吧 哎 差不多 25.2 25.3 我马上到结合分 我看这个结合的分数多少 应该在14-5帧左右 有没有 差分 这是差分 对15和13的 15的漏光 我这么跟你说 IPS没有漏光的 然后那有CPU过热关机 你可以自己 有两种想法 两种做法 要么退 要么换 然后要么就是 退和换是一个 退或者换 然后要么是自己换归纸 对吧 自己换归纸 我觉得 自己的机器 自己找 这个差分今天还有点低 我昨天还跑到5000分 4640 82416109 这是这个Pieter的差分 这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 就到这 然后呃 这个大家中午的话赶紧早点去吃饭 下午的话我们是大概2到3点 我们直播 然后那个直播内容是13的游戏 新13的游戏 对不对 然后烤机 烤机也就是散热 还有这个拆机 拆机 今天下午是直播这些内容 然后今天中午的话 小结一下 小结一下 就我非常喜欢这个小机器 赶紧送我一台 不是赶紧送我一台 我要拿走一台自己用 我要带走 我要带走 我带走回家装逼 这么简单 或者送一个或者买一个送给妹子 这么简单 呃 然后的话今天早上这个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抽空 从什么NBA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个时间来过来看我直播 呃 谢谢大家 然后中午的话 中午的话等会我就把那个视频上传 然后下午的话我们直直播继续大概两到三点 然后啊 这个我们群里面通知吧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游戏 中午的话就这样啊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